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大话 出猫 或者只是做一些我们自己觉得是错的事 这种种错误的选择都令我们没办法去经历神和天国的同在 有些人相信 如果你的好行为多过你犯的错 神就会接受你 但是圣经说 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好行为而进入天堂 我们每一个人都没办法做到神要求的完美标准 就算做到最好 都仍然是不够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神爱我们 他爱我们 到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猜派到地上作为神同人之间的桥梁 当耶稣住在地上的时候 帮了成千上万的人 而且走了很多神迹 但之后耶稣被士兵捉走 他被鞭打 甚至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 成为救赎我们的代价 当那些士兵确定耶稣已经死了 他们就将耶稣的身体放入山洞里面 而且用大石头封住洞口 耶稣死之前说 他会死后三日复活 因为这样 有士兵日夜守住洞口 确定没有人偷走耶稣的身体 但是三日之后 耶稣复活了 耶稣和很多人见面 这些人又将耶稣复活的消息 和身边所有人说 这件事是真实确切的 到现在 主耶稣仍然是神的儿子 耶稣来是要预备道路 带领我们去到神那边 我们只可以凭着对耶稣的信心 而去到神那边 耶稣为我们的罪负 想代价 收服同神的鸿沟 今天 神给你一份免费的礼物 没有人可以因为好行为 或者宗教而进入天堂 只有一个方法 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答案 主耶稣就是神给我们一份免费的礼物 要得到这份礼物 你只需要跟神说 你需要祂 你只需要凭着信心 就可以得到上帝对你的罪的赦免 并且得到天国的礼物 今天 耶稣正在敲你的心门 希望你让祂进入你的心 圣经说 如果你全心全意相信耶稣基督 而且远离罪恶 就可以永远跟神在天国同在 如果你想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救主 你只需要从心里祈祷 你说 亲爱的主 多谢你爱我 我承认我做了很多错事 我相信主耶稣为我的罪 钉死在十字架并且复活 因此 我可以永远有你的同在 多谢你 主耶稣 求你进入我的生命并成为我的救主 如果你做了刚才的祷告 请你告诉你认识的基督徒听 你已经邀请了耶稣进入你的生命 如果你相信主耶稣 我们鼓励你 找一间相信耶稣是进入天堂唯一道路的教会 记住圣经给你的应许 当你现在相信救主基督 就没有东西可以再分开你和神的爱了 北京地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